大气外表超强火力 焦度烤得刚刚好的吐司 精准弹跳 完美降落在盘子上 吐司上还有雷蛇的logo 这是2006年的愚人节玩笑 不过现在雷蛇执行长陈明亮 决定让这款吐司机弄夹成真 电竞潮牌为何跨界 其实来自2003年网友的愚人节玩笑 当年有网友的愚人节玩笑 在脸书上借粉丝专页 给我们雷蛇吐司机 结果执行长本人也被这个玩笑 闹到难以招架 有执行长保证网友发挥巧思催票 和恶搞演员维尔史密斯 只不过脸书专页 只有4万多人按赞 执行长怕漏气决定出奥部 一个雷蛇面包巾的刺青可抵10万个赞 结果累积12名粉丝刺青 等于突破120万个赞 执行长陈明亮不啰嗦 同意生产实体吐司机 效法宝可梦精神 风鸣全球的宝可梦游戏 灵感来源就是2014年的愚人节活动 从小看口袋怪兽长大 在Google工作的野村达雄 两年后就让精灵宝可梦GO 游戏成真 当年一个愚人节玩笑 想不到改变了全世界玩家 范利新闻 赖英宏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